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熊猫饭用厅 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经典美剧反恐片 24小时第二季的第十一集 上集说到 杰克告诉大卫 炸毁飞机的人是小四领导的珊瑚蛇秘密行动组 那些人了解飞机的飞行计划 很有可能是国安局内部的人泄露的 大卫找来罗杰问他对此事知道多少 罗杰表示自己不清楚 随后大卫决定逮捕罗杰 徐利知道后提醒罗杰 让他被抓后不要将自己说出来 在小义准备杀凯特的时候 杰克赶来救下了凯特 询问得知 阿里去了清真寺祈祷 杰克说自己不知道阿里的长相 需要凯特跟自己一起去指认他 金在被送去洛杉矶警局时 在车上点着了火 导致失控翻车 金叫了救护车自己跑进了树林 在小黑和雷扎快要查到信息时 真正和阿里有关系的马力出现 开枪打死了两人 回关上集让我们进入本集的剧情 本集故事发生在下午6点至7点期间 此时的金在树林中慌忙地逃跑 躲避警察的寻找 玛丽把电脑主机拆开 拿走了电脑的硬盘 随后他接到了阿里的电话 阿里说他们遇到了麻烦 运送炸弹的司机和胡子哥死了 现在车在卷毛手里 他们本来应该去胡子哥工作的地方拿出发器 现在这件事需要交给玛丽了 并告诉玛丽 出发器在胡子哥的柜子里 需要钥匙才能打开 玛丽说自己会搞定的 花电话前 阿里让玛丽换个早情 避免被人发现 随后 阿里来了清真寺准备进行祈祷 另一边 杰克对凯特说 一会儿等他指纹阿里 就送他去反骨局 凯特说自己的父亲被逮捕 阿里绑架了自己 还杀了保罗 问杰克到底发生了什么 随后杰克将洛杉矶有核弹的事情 告诉了凯特 并说这件事的主脑很有可能是阿里 这时 杰克接到乔治的电话 说支援他的小辈 一会儿会在清真寺门口等着他 并说自己刚刚跟警局通了电话 他们在押送金的时候发生了事故 之后金躲开了警方 杰克让乔治找到自己的女儿 麦克告诉大卫 现在的证据还不足以逮捕罗杰 大卫表示 罗杰一整天都在阻碍他们找到核弹 不能让他再继续领导国安局了 现在已经没有时间再去寻找证据了 麦克说那就别管什么罪名 先抓了他 明天再来解决合法性的问题 并表示 国家在危机时应该放宽之前的底线 用一切手段 问出罗杰对核弹都知道什么 此时雪莉联系了林恩 问他大卫准备怎么处理罗杰 并表示 发现罗杰完全是靠了自己的消息 林恩说他也不知道大卫是什么决定 雪莉让他去问一下 并称林恩之前拿走了 自己修改大卫演讲稿的功劳 自己不介意 但两人现在都有一样的目的 就是帮大卫度过今天 林恩说自己会想办法帮他联系大卫 此时杰克已经到了情侦寺附近 小贝告诉他 自己已经在周围部署好了人员 杰克说等其道结束后 他们出来时 让凯特在远处辨认 确认目标后就直接抓了阿里 小贝问 如果阿里在别的情侦寺怎么办 杰克表示现在时间紧迫 只能赌一把了 旁边的凯特说 自己可以进去查看一下 他围上头巾遮住脸 阿里不会认出自己的 并表示现在所有人都处于危险之中 随后杰克同意了凯特进去查看 另一边 罗杰发现了自己账号失效了 麦克来告诉大卫 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 随后 几名军官来找到罗杰 说根据总统的命令 大卫密谋叛国的罪名逮捕他 罗杰说自己要和总统谈一谈 军官说之后他会有机会的 便将罗杰带走了 李英找到大卫 说雪莉一直在联系他 他现在正在电话的另一边等着 大卫接听电话后 雪莉问他打算怎么处理罗杰 大卫说 自己已经抓捕了罗杰 准备派人审问他 雪莉认为大卫应该等 证据税凿后再抓罗杰 并表示 关于罗杰的信息都是自己给提供的 再告诉雪莉 关于罗杰自己已经做完了决定 至于雪莉 他今天在这里一切都要听自己的 大卫让他继续工作 一会儿自己会再联系他 随机便挂断了电话 另一边 杰克正在给凯特介绍 清真寺的内部地形 杰克说 凯特进去后 他会先经过南景渠岛区 如果看到阿里 就从紧急出口出来 防控局的人会在巷子里等着他 随后 凯特蒙面进入了清真寺 门口的教徒告诉他 祈岛已经开始了 凯特说路上堵车 自己来得有点晚 随后他脱了鞋 进入了清真寺 在经过南景渠岛区的时候 凯特边走边一排排的观察 随后他看到了前排的阿里 在回头确认时 阿里恰巧转头看向了他 之后他便慌忙地跑出了清真寺 出来后 杰克拽住凯特 问他有没有发现阿里 凯特说自己看见了 阿里就在里面 另一边 麦克说自己查到了 罗杰使用的秘密网络 他最后一个电话 是打给中情局的 但未来找到罗杰 说自己已经掌握了一切 他重启了秘密网络 就在两个小时前 还通过秘密网络 联系了小四上校 而小四的山猴蛇部队 试图杀了杰克 所有的信息都指向他 罗杰没有说话 大为继续说 如果消息传出去 他会被送进监狱 自己只是想知道炸弹在哪 如果他告诉自己 他所知道的一切 大为会以书面的形式 向他保证 帮他抹除所有的罪行 让他以身体的原因辞职 没有人会知道这件事 问罗杰是否能接受 很久告诉大为 自己没有明白他在说什么 表示自己和他一样 并不知道关于炸弹的更多信息 随后大为离开了房间 此时的金还在森林里躲避 这时他听到了一些声音 转头看到了一只美洲狮 随后他匆忙地逃跑 在逃跑的过程中 掉了一个人为的陷阱 脚被拴住困在了这里 另一边 大为找到特空出的阿泰 说自己了解阿泰 之前参加过的一些秘密行动 问他是不是中情局指挥的 阿泰说是的 大为告诉他 现在形势严重 他应该已经听说了 自己下令抓捕了罗杰 罗杰已经不是公安局的负责人了 并表示 自己希望他去审问一下 罗杰关于核弹的事 如果他服于顽抗 要不惜一切代价 阿泰说自己明白了 他会采用一些其他的手段 让罗杰开口 杰克正在安排部署 准备抓捕案例 按照之前的计划 等期到结束后 凯特指认 随后他带凯特来到清真寺对面 安控局里 米歇尔匆忙地找到了托尼 告诉他 小黑和雷扎 连人中枪死在了鲍伯的办公室 保健员发现了他们的尸体 报了警 托尼问他有没有嫌疑人 米歇尔说 之前小黑联系自己的时候 说玛丽也在那里 自己查了大楼的监控 事发后 只有他一个人离开了那里 随后 托尼联系杰克 问他是不是还和凯特在一起 杰克说是的 托尼告诉他 小黑和雷扎死了 有证据表明 凶手可能是凯特的妹妹玛丽 问杰克凯特之前 有没有和别人联系过 并提醒杰克要提防一下凯特 杰克说凯特一直和自己在一起 他应该和阿里没有关系 可不是自己及时赶到 他可能已经被杀了 另一边 玛丽换装后 来到了胡子哥的工厂 他找到工厂的负责人 说自己是胡子哥的女友 昨天和他吵了一架 两人已经分手了 而他的橱柜里有自己的东西 他的负责人 能不能帮自己打开橱柜 负责人表示 他不能乱动别人的橱柜 并让玛丽去和胡子哥谈一谈 玛丽问负责人 他是不能打开还是不想打开 说话间 玛丽的手有意挑逗负责人 并称自己可以向他表达谢意 随后他进了负责人的办公室 负责人也跟了进去 并拉上了双帘 阿泰来找到罗杰 问他关于核弹的事 还有谁参与了其中 如果不说 自己会逐渐加大电机的电量 罗杰说自己对核弹的事一无所知 随后阿泰惦击了罗杰 此时 戴正在通过监控了解审讯的进度 托尼来找到鲍伯 告诉他 被他和跟他在一起的反恐局探员 在他的办公室被人杀了 鲍伯问他 那玛丽现在怎么样 托尼告诉他 有证据表明 这件事可能是玛丽干的 鲍伯不相信地说道 不可能 一定是你们在耍我 另一边 清真寺的祈祷结束了 参加祈祷的人 一个一个地从死里走出来 凯特在对面寻找着案例 但知道所有人都出来 凯特也没有看到阿里 杰克问凯特 他没有骗自己吧 凯特说当然没有 随后 杰克让人守住 清真寺的所有出口 并表示阿里应该还在里面 他们进入清真寺里搜索 阿轰拦住了他们的去路 杰克告诉阿轰 他们正在搜索恐怖分子 并称自己这边有搜查令 这时 旁边的屋里出现了火光 杰克进入后 看到了一个全身 正在着火的人 随后他迅速将火扑灭 在杰克检查这个人时 他发现了此人穿的衣服 并不是自己的 杰克让所有人守住出口 阿里可能还在里面 以上就是24小时 第二季的第11集 杰克是否能找到阿里 洛杰会不会告诉大卫 他所知道关于炸弹的信息 金贝困在了树林中 接下来他该怎么办 一切的发展有待下集揭晓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 并关注熊猫放听 我们下期再见